中国文化博大今生 老祖宗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宝贵的财富 其中一些老人常用的俗语就很有价值 今天咱们来讲一讲老人常说的 人过四十,不睡三觉,不求三人 这句话背后的道理 中年是一个人一生的风水岭 40岁之后人的生活状态基本定型 家庭与事业都已经有了 因此在这种状态下 有几件事情是需要注意的 不睡三觉方面 首先是不睡打破自己生活规律的觉 因为长久以来的生活习惯早已经定型 一旦打破规律很容易失眠 还会对身体健康产生损害 其次是不能睡闷头觉 也就是不能在生气或者情绪起伏 比较剧烈的情况下睡觉 因为在情绪起伏较大的时候 荷尔蒙蜂蜜不正常 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 最后是不睡安逸觉 也就是不能在吃饱喝足的时候 马上去睡 吃完饭之后 肠胃开始工作消化食物 如果此时去睡觉 会降低胃部的消化能力 导致出现高血压肥胖的问题 不求三人指的是 首先不求跟我们有矛盾 但却是被动化解的人 因为这种人不是主动化解矛盾 必然心中还有怨恨 会在你求他办的事上做手脚 第二是不求已经断了关系的情人 这个很好理解 主要是避免旧情复燃 最后是不求借钱不还的人 因为这种人不守信用 没有底线 你求他什么事情都是不靠谱的 2015年的11月14日 在湖南长沙的文艺新村 一位95岁的抗战老兵 跳楼自杀了 这位毕业于环浦军校的革命老人 曾经立下了赫赫战功 在他自杀后 人们开始关注整个事件 才发现背后的故事令人痛心 这位老兵究竟经历了什么 让一位敢于战场杀敌的英雄 选择自杀呢 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点一下关注按钮 回复老兵即可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